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清朝地方政府》 书名很清楚 讲的是清朝基层政府 也就是州县的组成和运作方式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听听这本书 宫斗与战争无法展现过去的全部 众所周知 中国王朝政治是没有下限的皇权 也就是说 在县以下没有行政单位 那咱们换个说法 就是老百姓能接触到的朝廷法律 几乎都是在小县衙里发生的 这就是古代最普遍 最真实的政治生活 就算是看一看古装剧 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一个写八古文的秀才 如何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县 电视剧中 清官于成龙当着康熙的面说 所有的巡抚 不正史都是花钱买来的 更别提下面的县令了 清史上确实有这样的情节 那么 康熙的政治手腕 和长期执政的皇帝 怎么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这本书也能解释清楚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历史书 国内大学的法律专业和社会学专业 都把它列为研究生的精读书目 作者瞿通祖是一位历史学家 同时也是一位法学家和社会学家 自三十年代起 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 上世纪六十年代 他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做研究员时 曾用英文写下了这本清代地方政府 瞿通祖的智学风格 一直为学术界所推崇 他不需要用现成的政治 法律观念去套用历史 因为那样的研究 往往只能得到一种评价 而非真实的历史 而他的方法 则是通过大量的官方材料和非官方材料 将清代地方政府的真实情况 还原出来 并且还原到具体的个人活动中 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背后那些政治传统的形成 当然 他的祖父曾在光绪年间担任军机大臣 我们说 这是一本法律 史学的经典著作 表现非常好 今天研究清代政治的书是 最可靠的工具之一 书中的结论与新材料的碰撞 仍然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那么这些结论又是什么呢 第一部分介绍了清代县政府 与支县的基本盘 第二部分介绍了清代县政府的主要工作 及运作情况 为什么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官场陋习 又是怎么回事 第三部分 再谈谈清代地方政治中 几种重要人物 看清人们的实际活动 才能看到真实政治生活 与表面法律之间的差别 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清代地方行政结构 与官职结构 清朝末年 中国一共有23个省 总督是郑二品 同龄两三省的军政总督 直立 甘肃 四川都是重地 总督兼巡府 河南 山东 山西三省都没有总督 巡府 即军政最高长官 副省级文官 负责民政 财政 文官考核 负责全省司法 邮政驿站的提行岸查史 沿运使 管科举教育 再往下就是府籍 直立州 直立厅 府主是四品之府 直立州和直立府是神权 直立是正五品 再往下就是州县了 县级的州也就是散州 散州和重要的县令都是六品 康熙时期全国有177府 1261个县 267个陕州 共1528个 光绪年间 府级单位302个 县级单位1523个 随着疆域扩张 土地开发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府县行政区划不断增多 一些县级单位也开始升格 今天 中国共有2800多个县 县市最小的行政单位 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要负责 除了巡府 支州 同志这样的主干 还有巡府 巡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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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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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运等各方面的官员 以及中央直辖河道和曹运官员 都可以追究他们的责任 这就是所谓上头千条线 下边一根针 所以 支县被民间系称为七品支马官 但是 瞿同祖却告诉我们 不要小看这一千五百名县令 按照今天的政治考察方法 整个清朝官场 只有他们是真正的行政官 因为只有他们 才能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 他们的上司 上至总督 下至知府 统称监察官 只向下发号施令 向上级请示 处理的事情 都是书面工作 其实 清朝人也有这种感觉 很多官员私下里说 总督和巡抚 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 地方政治的好坏 全在知县手里 只有知县才是真正的清明 父母官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大清国文官只有两类 一类是参赞最高决策的 内阁大学士 另一类是基层知县 我们都知道 知县有两种出身 一种叫正道 一种是科举考试 另一种则是捐班 先捐个共生 或者尖子生的头衔 再想办法弄个知县 那么 这两个孩子的出生比例是多少呢 其中一组数据 是清朝中期和清末的数据对比的 看起来差不多 大部分都是进士 举人 占了70% 捐巴占了20% 这说明 朝廷控制了这一切 其中 93%是汉人 93%是满洲奇人之县 据我所知 清朝有一句俗语 汉部长兵 满部典元 意思是 其人执掌兵权 利用汉族文人管理行政 再说了 你听着就知道了 知县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比如这些县令 不管出身如何 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们已经说过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不具备这种直接管理人民的知识和经验 他们以前都是读书人 对四书五经了如指掌 但在行政和司法方面 却是一窍不通 清代官场上 由八九平以下的官吏 提拔为支县 这是极少的 而且 清朝有一条规定 地方官员是不能在本省任职的 即使是在临省 也要在五百里之外 即使是自己的族人 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任职 这个回避制度的目的 显然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 它肯定会加重一个问题 那就是 作为一个外乡官员 对当地的情况一窍不通 对当地的情况一窍不通 连话都听不懂 那还当个什么官呢 别急 我还没跟你说呢 做一件事的困难 主要在于钱从何而来 人从何而来 先说钱的难处吧 支县手中 几乎没有财政拨款 清朝直到雍正年间 才给支县发工资 也就是养联营 意思是保持连结 少则五六百两 多则两千两 支县的开支 都是自己出的 除了自己养家之外 还要支付公务费用 接待上级官员的招待费 按照清朝的规矩 支县要定期向上级上司进贡 有的直接扣在你的俸禄里 而且 他们每天还要被官府的随从敲诈 一年的开销是多少 当然 按照清朝玉使的粗略估计 少则五千两 多则一万 这还不包括雇佣木工的费用 一位好师爷 一年的俸禄 就是一千两银子 比支县还多 他在清朝政治中很重要 你可能会问 等等 县里的雇人 怎么都要支县出钱 这就是关于人们来自哪里的困难 瞿同组将清朝政府定义为 一人政府 也就是说 分配给某个地方的权力和责任 并没有分割 而是完全由支县来独占 大权在握 作威作福 听起来很不错 但也意味着要承担全部责任 没有其他官员的帮助 当然 县衙里也有下属的官员 比如县衙 比如主部 比如教育部门 但是和现代政府的副职 各部门的负责人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既没有权力 也没有责任 平时无所事事 所以被称为贤人 很多县都没有这样的职位 按照清朝的政治制度 县里出了什么事 不管是赴税不上脚 还是盗匪没抓到 冤假错案 现学考试作弊 一战死马 都是支县说了算 屈同组还列举了管理支县的法律 和惩治失职的法律 这些法律制定的非常详细 证明了立法思想的原则是极权和服从 特别是支县的行为必须一致 虽然他们是管辖范围内的大权 但在官场上 他们受到上级的层层监视 重大决策是不能做的 必须汇报 从罚款 降级 隔职到流放之线 这是清代官场许多陋习的表现 清朝是一个庞大的帝国 南北差异很大 制定的法律法规也很严格 但却很难执行 效率也很低 不能灵活调整 而对官员的惩罚 则是把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混为一谈 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所以 最好的选择就是谨小慎微 对上司绝对服从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 清朝官员几乎把所有的精力 都用在循规蹈矩上 高层也是如此 从乾隆至道光三朝文臣 曹振雍当了52年官 有一句名言 当官要多磕头 少说话 晚清大臣王文韶 自打进入经济处后 便巧妙地增加了耳聋的毛病 两位大臣在朝堂上争执不下 慈禧问他有什么建议 他只是笑而不语 至于慈禧陛下 那是无可奈何 只能说 你是个聪明人 在清朝的官场上 做到这一步的人 不一定会被人耻笑 反而会显得老成耻重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问 如果清朝的县令 真的那么难当 为什么 还会有那么多人 想方设法地去做呢 因为法律太严格了 就不能实施 只能走个过场 在实际的官场上 流行着一套 人人心知肚明的下有对策 即当时所谓的漏规 虽然难看 但也是规矩 支县们只要好好伺候上司 就能用这一套漏规来应付差事 同时还能从中谋利 这一点 我们可以 从县衙的日常运作中 找到答案 支县是县里的行政首脑 负责地方的保甲 邮政 严政 教育 福利 宗教 祭祀等等 不过 他的核心任务有三个 第一个任务 就是维持秩序 虽然是文官 但一旦发生叛乱 外扩 入侵 支县都要镇守城池 属于特殊情况 日常生活中 主要有两件事 一件是收税 一件是司法 明代小说 《如临外食》里说 衙门里只有板凳 敲银子的声音 算盘的声音 打板子的声音 都是尖刻的嘲讽 清朝的时候 也是如此 我们先说说 司法是怎么运作的 从这里你可以看出 支县是怎么解决那些没有知识 却没有能力的官员的 清朝民间的各种案件 都是要上报县衙的 上告的人 要先挨50板子 作为一个基层法官 支县只能判普通的民事纠纷 或者打板子 或者用木棍示众 每隔一段时间 这些卷宗和笔录 都要接受巡逻队的检查 涉及到刑期以上的案件 都会上报给赴巡抚 而死刑 则会被总督巡抚重新审问 这个制度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 你要记住 现场勘查 验尸 口供等等 都是在县里完成的 这一切 都会影响到案件的结果 县官干嘛要花那么多钱雇人 因为他对法律一窍不通 只要能请得动一位高人就行了 而他 只负责场面上的事情 师爷是个行家 分为两种 一种是参谋 一种叫黑笔师 叫黑笔师 负责收税 也就是所谓的红笔 他们虽无官职 却是支县的主要依靠 有几个经验丰富 精明能干的支县 可以在堂上写批语 但大多数支县 都是在退堂之后 找师爷代劳 有时候 还得按照师爷的吩咐 回去补充审理 所以 李鸿章才会说 天下最好的事情 就是当官 我看过一本古书 说有一个沿海线 一艘商船 从海上驶来 船上的货物 都被海边的居民抢走了 师爷接过稿子 只写了一个字 海上漂泊船 改为海上帆船 意思是船底朝上 自然不会有货物 一句话 就把抢劫的事给抹掉了 不过 师爷只能待在幕后 无法参与庭审 对案件的处理质量 也有影响 支县除了审判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司法职责 就是捉拿逃犯和盗贼 按照法律规定 案发后 县里要在四个月内 把强盗缉拿归案 一年降级 两年调离 所以支县对这件事 非常重视 于是 支县又给牙抑下了 更短的期限 超时就要挨板子 再过就把家眷关进牢房 也就是说 在行政工作中 使用威胁下属的感情 和恐惧的手段 或者走上层路线 有些县官就会在县期到来之前 把自己调到别的县去 从司法上就能看得出来 县官处理行政事务的方式 是非正式的 私人的 齐同组称之为混沌 他在行政上的表现就是 县衙里没有中层的权力 每个人都直接对支县负责 人员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分工 只有支县的远近不同 于是 清朝的县衙人员相互隔离 只能重叠 效率低下 经常出现要么管 要么管 接下来 我们再来谈谈支县 如何行使征税职能 同时 他也解决了钱的来源问题 支县负责征收地丁营 也就是地税 人头税 这是朝廷和军队的基本赋税 还有草粮 工粮 余税 房产弃税 销售税 牲扣买卖税等等 县里连法定的收入都没有 更别说预算决算了 那就得搭车了 还有一种叫火号的钱 与地丁营一起征收 号是号 字面意思就是注银的损号 是县令自己的办公费和个人开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火候都是明文之外的疏漏 后来呢 因为禁止不了 只好默许 火号的比例并不是每两银子两两银子 而是八分之一 这才算是清官 高一点的 能拿到四两银子 五两银子 接近百分之三十 当然了 县里的官员是不可能独吞这笔钱的 因为这是县衙的办公经费 而且是按比例分配的 乾隆年间 国家承认了火号的合法化 而这笔钱并没有进入户部 而是由各省的部政司掌管 县官也可以在草粮中加税 支县和赋税之间有一个默契 那就是只收国瑶的赋税和归支县的附加费 所以国家规定 一旦收税到农民手中 就会降到2.50 后来 有些人嫌麻烦 觉得粮食不好保存 就要求把粮食换成县钱 这又是一种剥削 因此 支县收税既是一项硬性任务 而且朝廷对于欠税地区 官员的处罚也相当严厉 由总督直接发往支县 同时 他们的积极性也很高 衙门里打板子的声音 可不仅仅是打犯人 更多的时候 是打欠税的老百姓 打不到税的旅长 很多旅长都为此倾家荡产 不过 有些县令比较宽厚 愿意出钱替欠税的人出钱 从这一点上 你应该明白 康熙为什么不能解决贪腐问题了 既然朝廷无力安排地方财政制度 那就只能任由这些漏规长期存在 任由县官自行安排 正是因为在清代地方政治中 存在许多非正式私人化的因素 瞿同组坚持从人的角度进行研究 这本书一共有11章 其中有6章是关于人的 第三部分 我将介绍这些影响当地政治的人物 前面已经说过了 县衙里除了支县之外 其他的属下官员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书立 衙役 长随 师爷这四类辅助人员 前面已经说过了 下面就是其他几类 这个词你可能听说过 叫三班六房 指的是衙役和书立 三班也就是衙役 清朝的时候 衙役和戏子 奴婢 妓女一样 是不允许参加科举的 所以支县才会把他们的家人 也一起抓起来 但是 你可能不会想到 做这种低贱的行业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走投无路的 相反 很多人都是因为有了一定的财产 才来做衙役的 因为这样 他们可以熟悉官场和黑道 可以免除沉重的赋税 保护自己的财产 你想想 衙役们的地位已经很低了 他们的名声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会互相学习 用卑鄙的手段 来获取假药和训私王法 所以 清代司法的现实风气 就是这样决定的 六房 指的是书立 书立 书立 六房的设置与官吏 户部 礼部 兵部 行宫有关 书立们处理的 都是一些书面文件 比如草拟文件 报表 整理文件等等 县衙虽为支县专政 却也有不少书立 明 清两代的资料显示 大县的书立 少则上千 多则两三千 小县少则两三百 这么多人 很多都是来报名的 这是一种荣耀 和外省的支县不同 书立是本地人 在当地盘根错节 在赋税 赋税 诉讼等方面 自然会偏袒自己的 亲朋好友 从中谋取暴力 虽然国家规定 最多只能当五年 但是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改名唤醒 于是 县里政治上出现了 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 新支县的经验 不断地更替 领导着一群 在衙门里 待了几十年的老树立 这是一种微妙的关系 至于待遇 书立就跟支县一样 几乎没有合法的收入 这就是为什么 县衙里那么多疏力 压抑却有俸怒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 支县想要 让政局继续运转 就必须默许 疏力利用公事 谋取私利 当然 这种见不得光的钱 还是要上交的 有些支县是不收的 因为一旦收了 就不能再控制 疏力和压抑了 但也不是只收 而是一道任就收 正如驱通族所说 这种自下而上 形成的恶习 实在是一团乱麻 最后 再来说说 一种不属于 清朝官方权力体系 但在社会中 扮演着相当重要角色的人 那就是乡绅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地方事务 是由士绅 与政府共同管理的 士绅就是住在 自己家乡 低市大府 他们的身份 是由世人来获得的 也就是说 他们必须是公民 或者是离任的官员 财富与土地 并非成为 贵族的充分条件 古时候 商人和土财主再富有 也没有政治地位 商人们唯一的抗议方式 就是罢式 无权申诉 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 清朝最后几十年间 大商人才得以 与士绅商谈地方事务 但是 他们仍然属于贵族阶层 被称为绅士 如临外事里的范静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相识之前 他只是个穷秀才 连屠夫都能练武 一旦中了举人 立刻就成了贵族 有了这个身份 他自然就有了土地和财产 清代支县有句口诀 宁可得罪朝廷 也不能得罪士绅 因为皇帝在很远的地方 绅士们可以给他们制造 实际的麻烦 士绅们有特权 受到支县的礼遇 会主动征求意见 毕竟他们都是一类人 渠通组说 有些学者认为士绅代表地方自治 并非是因为士绅个人行为的好坏 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选举和法律的确认 而且有自己的团体利益 不能代表整个社会 社会学家费孝通 在皇权与生权中 对士绅利益与心态做了较为清晰的概括 他说 士绅应该参加科举为皇帝服务 并无积极的目的 只是为了接近他们想要逃避的对象 也就是说 一个家族派自己的侄子去当官 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 保护自己的安全 免受劳役 在这一点上 道貌黯然的士绅 与他们所瞧不起的下等官吏 并无两样 渠通组在书中详细地分析了 清代各地方集团的情况 最后得出结论 清朝之所以没有发生变化 主要是因为地方上的官员 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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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的情况下 都能得到一些好处 因此 尽管有矛盾 但他们对改变现状毫无兴趣 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 古代社会 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好了 关于这本清代地方政府的介绍 就到这里了 一起简单回顾一下 第一部分讲的是 清朝虽然是最小的行政单位 但是在政治序列中 支县却是唯一的行政长官 面临很多难题 比如对地方情况不熟悉 缺乏政治知识 缺乏朝廷拨款 缺乏辅佐 清代官场腐败风气的根源 在于政治设计与官员实际处境 第二部分论述了县衙的主要职能 司法与税收 支县靠的就是 维持一个混乱的局面 他雇佣了一个非正式的教官来做决定 他通过赋税解决了县衙的裁减 而县衙里的官员们则被隔离开来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县衙中的基层官员 及地方官员 衙役 这些人实际影响地方政治 影响风气 士绅阶层也参与地方事务 这些团体都可以从中获得相应的回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